忘了告诉你个事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带红包了吗 是你的生日吗 他真的是劳动节的生日 带了 带啥了 红包 忘了 化妆师了 一会儿给你 对 何刚 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爱劳动的人吗 我应该算是一个爱劳动的人 就你在家里干家务活吗 你说实话 实话是说 就是我们家的家务活 就是我们家的家务活 从我 从拜全县 永秦乡 立宫村 二队的家务活 一直到现在 北京的家务活 没有我不会干的 那你包括这个 我爱人 这数据是吹牛 开始了 绝对不是吹牛 我给你讲 绝对真的 有据可依 有依可据 就是 那我就 就考考你啊 对 比如说这条种 和这薄气 这个想把图扫在薄气里头 是先放薄气 还是先放条子 这个倒没关系 你可以先拿条 把所有的 不想要的东西 扫在一起 对 然后再放这个薄气 也可以 你把薄气 往里扫也可以 还有一个难度大的 就是你比如说 咱这地板 一般情况下 不是不会 二十平米全一块 对不对 它东间会有缝 这样的话呢 你把那个薄气 那个边对的那个缝 然后把它扫进去 基本上不会落下 你看看干嘛 对对 别在家里边 比如说洗衣服干嘛 干呢 做饭呢 做饭也干 这么说啊 在家 因为两个孩子嘛 两个孩子呢 我得配合我爱人 做好多事情 按正常来讲 这些事情 赞扬都能抱下来 因为他还是老师哦 他还得上课 所以平时呢 他该完成他的 他去努力 我呢 能辅助的 我一定全力以赴 就是你会不会有点 那个强迫症 就是假如一脱鞋 鞋要没放症 你必须得给他整症了 有这事吗 这是一定要有的 因为一个是呢 是在部队待了 二十二年的时间 然后呢 还有一个 从小我妈妈就 可以这么讲啊 就是我妈妈 你妈妈就是强迫症 我跟你讲 真是有一点 她都没强迫过我 她强迫她自己 就是我小的时候 在农村的时候 我的母亲 没有急特殊情况 是不出门的 除非种地出门 除非有急事 到别人家去串门 其他时间都干活 其他时间 就是在家里 不停地干活 就在家里扫地 那鞋底 做衣服 然后养鸡鸭 鸡鸭狗 所以给我的印象里边 就是好像 人活着就在干活 就一直不停地干 不停地劳动 现在老妈妈 还在干活吗 现在 你看你 快七十岁了吧 今年七十三岁 哎呀 就在大约十天以前吧 跟我说 儿子 把你们家那个后背 给妈妈拿过来 我说干嘛呀 她说我要给你做床背 我说不用 我说现在买现成的就可以了 结果我妈说 别儿子 她说妈妈 现在在家待着的 也没啥大事 全是闲着 我觉得给你做床背 给孙子做床背 给儿媳妇做床背 她说 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你就让我干嘛 就这么着 我一听她说的有道理 我说好 那就我就把背 我们家好几床 后背拿去了 她拆 拆开之后 棉花挨个死 撕完了之后 再叠上来 反正就是这个过程 对 所以真的是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光荣 今天呢 何刚来到我们这里 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 是什么呀 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觉得每次听 何刚唱这首歌 我都特激动 今天我们在 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 就请刘何刚老师 把这一首 撸起袖子 加油干 送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赁金芹 赁金芹 编决 赁金芹 赁金芹 赁金芹